富贵花你见过?那你见过富贵树吗? 见过富贵树开的花吗? 华人都爱财富 有富贵花就有富贵树 富贵树长成什么模样呢? 有趣的是,同样叫富贵树 换个模样你可能就认不得它了 为什么?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乾坤 大家好 这是花季师城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支持我们的频道 富贵树是福禄铜的别名 因不同品种而长得很不一样 富贵树是五家科 南阳深属植物 长绿灌木或小桥木 原产于太平洋群岛 细温暖,不耐寒 叶片与精干奇特优美 耐阴性强 为室内极佳的官业植物 亦可作远景树种或盆栽 或作绿梨种植 富贵树一般要五年才能开花 散型花絮 花细小,淡黄色,有香气 长吸引群风采蜜 福禄铜的名字 福字指福气福运幸福 是中国最古老 最吉祥 最受欢迎的文字 一个福字寄托了人们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禄则指奉禄 从民俗的福禄寿三星来看 福星主管福运福气 禄星主管功名利禄 即官职与钱财 福家禄就是大富大贵的意思 相信这就是富贵树俗称的由来 福禄铜从叶片形状区分 加上颜色差异与植物刺等 大致有一下数种 圆叶腐禄铜较为常见 热带 雅热带灌木 圆产新加列多尼亚 植株可高达八米 为本鼠中最大行者 叶子亮丽长绿 纹理粗糙 后势 严精对叶排列 叶面圆形 叶圆成锯齿状 往上翻 称为金钱豆 金干挺拔 花绿色 浅绿色 是较为流行的官叶植物 另有花叶 引编品种 鱼叶腐禄铜 中小型灌木 能长到三至五米高 叶绿色 像鸟的羽毛 多为三羽状腹叶 叶柄长约五至十五厘米 小叶皮根形 边缘有齿 植株直立 适合做盆景 叶子在马来西亚 常用鱼治疗痔疮 学叶腐禄铜原产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西南太平洋岛屿 直立官木 分支垂直 高可达1.5米至4米 叶子细长 翠绿 茂密 副观赏性 语源叶符禄铜叫香色 银边符禄铜的叶子边缘 有银白色斑纹 状如参盼 灌木 高两米至4.5米 关宽1.8米 叶绿色与白色 纹里平滑 叶脉语状祸网状 雪花符禄铜是矮棺木 成熟的叶子呈绿色 白色 娇小玲珑 非常讨喜 鱼叶符禄铜 鱼与叶符禄铜相似 但为矮种符禄铜 管木 叶子密尔细小 长椭圆形 叶色嫩绿油亮 清脆喜人 远展地分布 玻利尼西亚 马来西亚 印度 自叶符禄铜 与其他品种最大的不同点是 叶子的边缘有刺 属于多丝灌木 符禄铜除了可作圆景树种 盆栽 或作绿梨种植 也是室内极佳的官业植物 据专家的研究 符禄铜是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的标冰 吸收能力最强 净化无浊空气 提高室内湿度 对皮肤有益 符禄铜的花语是富贵 吉祥和谐幸福 符禄双喜 顾名思义符禄铜有福到禄到 夹关进禄的寓意 因此符禄铜是一种带来富贵风水的风水术 风水学家说 加有符禄铜 财运更亨通 符禄铜虽寓意美好 但它的枝叶含有毒素 若不小心触碰到植株的枝叶 皮肤会出现红疹 若嘴巴碰到叶片或不小心误食叶片 会造成口部肿痛 使人不能正常吞咽 符禄铜 如果金钱兜兜着的 是圆圆的财富 餐盘里盛着的 是年年丰收的食粮 通胀与粮荒 从此免心荒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